柳林弹唱曲调 其韵律平缓舒展而反复 接近于佛式诵经之伴奏 与柳林在唐代佛教圣行 相关联 其曲牌多为宋元诗期 诗词歌赋的词牌名 如于美人西江乐道金簪 均可在诵词中找到 有的在原曲和原杂句中发现 有多为乡人世代口传新寿 俗话诗真便译 如石子令 有如梦令 路要令之类四之意 柳林弹唱曲台 原为文人吟诗赋词 所复合伴奏的高雅艺术 后随明清小说散文的兴起和世事的变故而散落 一 能在柳林得以继承 一 是黄和文化厚重 二 是相语偏蔽 名士修生 却又一代一代口述失常 言误颇多 苏名其知 诗路诗真 进而形成了今日柳林弹唱曲台繁多 俗称较重的原因 柳林弹唱曲台的演奏 以管子吹奏主旋律 笛子造腹旋律 四虎和谐伴奏 三弦弹节奏 棒子打节拍 百年前多有阳琴伴奏 百年后少见 常为一管一笛一棒子 四虎三弦歌二的七人组合 三弦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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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弦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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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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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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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